今天晚上,這位仁兄… 都等了你久了 被譽為… 什麼呀? 是不是官方了? 招安派嗎? 不知道,你們總之很多人都… 自從你官方出現之後 你身邊很多朋友對你的身份有所質疑 我懷疑你是否生氣了我 我沒有生氣了,反正跟你吃過一兩餐 我也實不相瞞 當然很多人都覺得我們這些組織疑似是塔利斗的 在很多人心目中是邪門派 我們被官方定為了,當年官方寫了一篇文 我們是編劇,我們是編劇黨 把所有賽馬節目講到繪形繪星 包括我,島神,陳華棟 你現在是不是我不知道 本來你也是其中一位 不過自從出過那張照片 是甚麼呢? 看見這張照片我都有點害怕 賽馬KOL 我們暫時跟棟哥說了很久 都沒有展示我們 暫時沒有展示我們 當然你現在是成立賽馬KOL 但是呢 你跟著有些怨言 是啊 寫了是不是? 為什麼有什麼怨言? 不要掃這張照片很噁心 可能是黑歷史 那天為什麼不提數? 那天懶言 今天都沒有看 懶言 不過都是這樣 給你說一下 怎樣? 那為什麼要投繩? 投繩? 唉 真的有些東西呢 脫不了的 是啊 正如所說 某頻道的人 抹著贏的另外一位 是啊 他幫你跑機會 是啊 這樣就跑了 是啊 我不知道 我應該不是那塊豬頭骨來的 我應該不是的 我相信 總之也有份 那我給你現在15秒多謝馬赫斯 我嚴重多謝馬赫斯 給我一個機會 我去做這件事 我曾經都懷疑過自己 是否應該做的 但是到最後 我覺得呢 錢都收了 對了 沒有錯 錢都收了 還沒說剛剛做 不過當然 本節目就是風格 不是 自從有你做這個節目 小弟都放心了很多 是 我們都可以想 就是我們梁山 我們屬於梁山人物 我和陳華董 可以放開新段 就可以去扭刮的 我可以強調 我沒有生氣過 在這方面我是貴的 不過我是貼的 我和陳華董先生 就可以去問 去招安 看看有沒有機會 老實說 我永遠相信 十年河東 就是十年河西 我又不相信 講開馬的 就永遠都是那些人講馬 但是現在是河東還是河西 我不知道 中一天的領導層 都會變的 我們 是不是 怎麼會想到特朗普 都變成了 拜登 是不是 但是政策沒有變 不是嗎 那就不知道 如果政策沒有變 為什麼 阿富汗事件 罵得這麼厲害 不知道 但是台灣好像沒有變 我們不是一個政治節目 對阿富汗事件 不要說 最近又被人剪掉 對阿富汗事件 我們是來的 證明你這個人都幾十 官方喜愛 你肯定 你肯定 我也肯定 你肯定 我想你平暴清雲 雖然這隻馬也不算差 平暴清雲 我記得以前下資訊也有一個 整體表現也好 雖然你有多少怨言 冷對待你 別人的陸期 不需要寫這些 大家覺得自己 人家的當紅人物 招呼你 難道你要張基招呼你 沒有沒有沒有 高攀不來 張基 當然是在你三芒果 張基招呼你 張基 張基 張基不是負責 在一個環節嗎 這些 鬥聽逃說 對 不知道 明年應該 以阿基哥的身份 應該永續 不過話時說 到現在還未公佈 下季 什麼頭什麼路 還未抽完簽嗎 不知道 總之 往事兩個禮拜 早前已經說 他們很喜歡拍西裝照 早幾年 很威風的 走出來大踏步 好像小路步 好像 這幾天 好像還未見到 以前 往前兩三年 香港最大的討論區 已經寫 又是這條粉題 又是這條影響 有份做 罵沒有用 但是 已經一早公佈 今年好像 今天出街八月二十四 沒有下文 其實已經不重要了 那就是 不重要的話 不需要公佈 都有節目的時候 有節目看了 主要 我也要幫阿童哥 踢一踢踢 踢踢踢 踢踢 不知道大家 訂閱了 沒有 YouTube 希望訂閱 阿童哥五號 就會延伸 講一下排隊碼 另外 Facebook 踢踢 這個專業 希望大家可以 Like一下 裡面有小米的作品 也寫了幾篇 希望大家可以 訂閱一下 接下來五號 正式 因為 我想 經過去年的 YouTube 大家都知道 原來不用付錢 也有幾好 質素的節目 無論是敬馬 或是 星島 都 一生大家耳目 從此 我們不再需要聽聲音機 是不需要打開電視 只是有個手提電話 這件事 我覺得很重要 這是一個革命 手提電話裡面 是看到水準高 以前那些 馬會 泵水 第三方 頻道的公司 通常我們找到的人 都是比較年輕 水準 怎樣 你喜歡就喜歡 你自己全息 老實說 兩三年都沒有問題 一向我認為 兩三年都沒有問題 應該都不成功 你問一下 當年 很接近 蘋果和星島 會有這麼多聲音 你坐下去 別人認真做 別人認真做 我這麼說 認真 真心說 認真做 整件事 真是英俊很多 我不敢說別人不認真 但是你對那些位置 是否正確 等於 有時候 我經常說 賽馬節目 等於你找一些螺絲 去商量 你那些螺絲 其實你那些螺絲 那些位置 是否正確 為什麼你轉多少 都不能轉 還是你硬要扭 扭到滑了啞 這就是賽馬節目 我永遠說過很多次 但是人家要我瘋 但是我永遠都覺得 那個金句就是 你究竟知不知道 這個 普羅馬迷要什麼 當然 你不知道普羅馬迷要什麼 是不是 經常都說不知道 為什麼你不去投注站問一下 雖然投注站 但是你這樣投注站 你問一下馬迷究竟需要什麼 或者你敢不敢問馬迷 究竟我們的官方頻道 你覺得怎樣 還有一個問題 為什麼你官方都有YouTube頻道 為什麼你點擊率這麼低 別人 人家 敬馬 那些 陳華動的點擊率這麼高 大到小弟的點擊率這麼高 為什麼你有沒有反省 有沒有反省 我說得這麼嚴重 當然要 因為市場學 等等 就是那個問題 他有沒有當這是一個市場 他有 至少每次正式整碎 每次 就是 但是 當然做很多事情 今年 我季初接觸幾件事 你覺得都是無厘頭狗的 第一 莫雷拉那宗 疑似公佈 到蔡馬會到今天 8月24日都沒有出來澄清 什麼都沒有說過 所有不對的事情 所有負面的事情 不一向都是這樣的 小弟 叫他寫英文的 我不知道他搞得怎麼樣 第二 我就真的問了一些報紙 我問了 不過人家不敢登 不敢登 不是 他講了 我設了幾個問題給他 可不可以登 他說 可能 小米 可能不能登 因為蔡馬會也有放廣告禮 去報紙 就怕他無面子 人家放很多 不歡喜 人家放很多 錢人作怪 我的廣告最多五六千元 他說明他 人家下跌是六位數字以上 一路一直下跌 那真是沒有辦法 那現在我就沒有辦法 我很坦白說 人家沒有說不收 人家看完之後 給了法律上的意 他們是法律顧問的 和市場經理 看了究竟出不出得 但當他說完這句話 我心裡一寒 我想除了蘋果也收拾 香港真的沒有編音報紙 不是這樣出的 沒有的了 這樣 如果整件事說 都是錢先的 那你那些 大哥你有沒有叫我出 比小蔡一碟還差 頭盤都不是 不不不不不 本來叫我登大紀元 大紀元沒有人看 大紀元沒有人看 大紀元沒有人看賽馬 那些東西沒有用 那你叫我大公文匯 我又不知道有沒有賽馬版 那你怎麼吸引到別人看呢 就算我給你看看香港商報又如何 我朋友當時疾了 問了一個銷售 他都說了給你聽小米不好意思 真的有冤無勞訴 沒有辦法 所以這個節目 我講一句 大家真的要大力支持 遲早我也要給滅聲 嗯 我想我遲早也要滅聲 也不會 我想也有這一日 真的 我打算大家搞個大茶化這件事 其實沒有理由 我坦白到今天 你都裝傻了 看不到 你覺得這兩件事很奇怪 第二件事就是 五班馬得到冷對待 竟然馬豬協會沒有出過聲 對 馬豬協會現在誰是主席 林健康先生 就是勇敢動力 勇敢動力 對 就是林健樂的堂弟 為什麼馬豬協會 馬豬協會為什麼不出聲 我現在都不太明白 是不是怕以後抽不到馬呢 可能是都不定的 全民中的Bad List 是全民中的 一向都有的 但是又說到 我坦白 為什麼你不出聲 那你養馬費統一 都是那個欣心的 五班和一班 最好事我寫過這篇文 都有人認同我 五班最 羅庫全最低分那一隻 最低分那一隻 都二十幾分那一隻 可能比金槍六十 因為平均養馬費 羅庫全是比李健威 那你是不是很反智 是的 平均五班統一系 養馬費比較便宜 那你可以輕視 又不是 我覺得整個暑假 蔡馬會做過一些事情 不過是很 做完出來 沒有人敢出聲 那個搞笑 沒有人敢提 到現在 我看到我和陳華動 寫過稿 沒有第三者 沒有 沒有人說過 究竟問題 要正視什麼 不如直接取消它 五班 其實很嚴重 後面的事情很多 一百八十幾隻 就馬 送過了給澳門 都可以 那四班 然後幾分淘汰 四十分 一低過四十分 就馬上完 是不是這樣 但是 你沒有那個能力向上流 怎樣能夠提升到 馬則數 其實全世界都追逃 我不是真的 這陣子不是經常播一些英外法國馬嗎 是啊 有些沒有什麼一級三級 那些不是那些散仔賽的 你覺得那些馬很高水準嗎 嗯 我不是坦白 尤其是那些十幾二十隻馬 那些場合 你覺得那些馬很高水準嗎 我又不覺得 老實說 是啊 有些可能是四五班水準 你不要以為 真的用來賭 你不要用來神化自己 你會覺得那些馬會提高水準嗎 不要去美化這個賽馬事業 其實呢 真的有一個這樣的三角形 最頂級的馬都是很少的 其實差的馬是很多的 全世界都一樣的 但是為什麼你要去 是不是叫污名化那些五班馬 我不知道 但是為什麼 其實你養一隻五班馬的馬主 當得到這樣 老實說 第一我大倉也不會收我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問題 我想轉倉 接著我發現 那些五班馬不夠數 我不算的 那怎麼辦呢 我真的要趁過的 喂 馬主其實是一個專貴 做得馬主 非富則貴 雖然香港分紀 很多種有錢人 但是 你不需要去求人 有時候馬不上 馬各個都想做頂班 他的能力真的這麼多就是這麼多的話 那你硬要去令到那些五班馬再有問題的話 那怎麼辦呢 還有一些馬辭熟的 你是不是不信 就是你不能夠令那些馬 香港的馬以後不能夠辭熟的 不是 沒有關係 香港賽馬會是要求那些馬要早熟的 就是你全部不能夠辭熟 但是好像羅傑斯塔 總是死了沒有了 這個總事 這條梅樂這條線 那些兩壞王 還有你最重要的一件事 拍賣會近年都沒有進過澳洲馬 是嗎 我聽說這兩季全部都是北半球 是嗎 是啊 沒有南半球馬 那 我之前做過表 和陳華和一站 大家看看 那些馬不是五班的動員 那些馬不是一定質素很低 但是一定需要少許時間 無可避免地先下五班 那變相是不是那些馬 會 即是不夠時間 還有現在馬會就通知大家 其實他也珍惜你馬主的金錢 賺錢不容易 七萬元一個月 養馬會六七雞 那一年就八十四萬了 還要你的馬沒有病沒有痛 當然 那八十四萬 你還沒計補免費 那可能豆領都拿不到回來 其實是否反過來 其實賽馬會是為大家好 就是你要快點找一些好一點 早熟一點的馬 快點拿到成績出來 令到我的五班馬不要那麼多 會不會是這樣的 或者是一些本應可以 不然可以降到五班的馬 不如四班快點做事 最大件事我都說了 今年最大五班的就是徐宇石 還有你老友 葉楚行 那些人不要經常說何良 何良不是很多隻 十隻八隻 何良是班班馬都不夠 不是五班馬不夠 是班班馬都不夠 你不是開玩笑 那你怎麼搞下去 其實沒什麼搞的 他的目標就是想你那些人 不要那麼快減分 盡快做功夫上去 但是第一 你的馬的失力夠不夠 第二 你是不是一隻早熟的馬 你未熟的話 未適應水土的話 你怎麼操都不起 是兩樣東西來的 我想 今年最低分的羅庫泉 那隻最健碩拍檔 我都不敢打死 可能他也會贏回一輪 一輪 但是到人家爭霸 你就算兩場 我之前問過朋友 究竟 差冠軍怎麼算 方家派有幾隻五班 阿塞也少了五班 那 如果方家派贏多了六七場 五班 豈不是計算兩場 冠軍 差冠軍不是護級 是啊 如果這樣計算的話 冠軍 頭馬一樣的話 是否先去剔除五班 會不會這樣 我記得 我只顧著 香港人其實很有同情心 只顧著 鄭俊偉 顧著何良 顧著霍利時 究竟會不會有 其實差冠軍 就是說 如果你去年 撇除幾場 開心大師贏 我當然不是領先 阿塞很多 也對 我又不知道冠軍 是否這樣計算 我希望有些 熟悉賽馬 或是官方朋友 你告訴我 是否這樣計算 我不知道怎麼計算 我看阿塞真的很少五班馬 一切都不多 如果有這個政策 一定不會再收 沒有意思 封五班馬也不收 有些馬房可能封了盤 不收 就是 我最近知道 有一隻五班馬 已經被人打算掃出馬房 馬主就 嘖嘖嘖嘖 就找到陳華棟 掃虎 陳華棟沒有空 陳華棟說 陳華棟說 一定要來拆架這個故事 是一個前列練馬 還要前列 馬上個還贏兩輪 兩輪 都要掃 猜到是那隻 就是他一定要掃 不過這個故事 因為是來自陳華棟先生 我無謂踢爆 陳華棟先生說 他也很無奈 不是吧 他就說 要掃 陳華棟你知道 是黃飛鴻托勢 有罵 什麼 什麼 要這麼節奏要求你 什麼 你以為你很厲害 你知道那些 陳華棟的下山一百字 然後是泥牌 那你是無奈的 現在 香港現在是很多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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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是 即是 你現在是 為何會有這樣的事情 我不知道 還有 為何沒有人去 平機會 去投訴這件事 因為香港賽馬會是私人機構 吧 不知道啊 即是 他也是 他也是 但舉一反三的話 我有沒有歧視一級頭馬 啊 舉一反三 我有沒有歧視一級賽頭馬 一級賽香港很少 那三班馬 四班馬 二班馬 一班馬 逐級上 其實我一直在歧視著 如果基數 四班等於一 五班等於一半 甚至零的話 不斷地歧視三班馬 二班馬 一班馬 這些是家權 好像是 那他現在 可能他現在想想辦法 如何疏通四班 遲了四班 就變成河南 鄭州 大糟糕了 疏通不了 哎呀 那班馬上不了 之後下 那就是好 當你有一天 全日的賽事 都是四班 然後加場五班 這件事 大家都要深信 四班現在是很頑皮的 對不對 沒有所謂的 對他來說 頑皮不是一樣 對嗎 對嗎 我們偶像神仙 都好像沒有這麼多 四班的 很多勝利 說真的 好像真的 好像少了很多 總之 以前 神仙的馬 每一隻馬 四班都贏了四場 或者三場 那裡 上到三班又贏了三場 到二班又贏了三場 那裡搞了一場 五隻已經45場 怎麼追 沒有什麼追 沒有什麼追 其他那些都贏了 阿蔡也是靠那幾隻 大衛派師的馬 對嗎 但是現在好像四班 有時候都輸 今年阿蔡也有兩三隻 四班都輸 阿榮志健那隻都輸 大哥 那裡是勇闖還是什麼 那隻 那隻都輸了 那現在 如果你再這樣搞 隨時四班 疏導不了 就變成鄭州 鄭州沒有所謂 就變成隧道 全部都是水 沒有東西 跑九場 六場 四班 只剩下三場 有兩場 五班 一場三班 那就是一個隧道 到時候 鄭州的高官 有沒有 隧道裡面 有沒有馬射 沒有 只有幾隻 退役 水長都還還可以 下不到五班 可以的 我想一下 為什麼現在 會較快些時間 香港有批馬平人 很喜歡計算死時間 一分三十二秒多 就比同德更厲害 那就開心 全晚有四班千二米 任你計算 現在很多人 有些人 不知道為什麼 經常計算死時間 一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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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都瘋了 快捕捉受惠者 快慢捕捉 快慢捕捉 為什麼外國馬不說 外國沒有 因為上國沒有時間 你們一個專業馬平家 有兩方面是不提的 最好笑的 外國捕捉不提狀態 不用說 不關錯大事 不關錯大事 只是說他上一場怎麼跑 你又知道人家這場會怎麼跑 那路很厲害 那路我最佩服他們 第二 不說快慢捕捉受惠者 又沒有說場地偏差 沒有的 沒有的 多維爾沒有說場地偏差 內檔好一點 很少說不提的 但是所有的壞事 全部在沙田馬場都會發生 哈哈哈哈 對不對 不知道 很搞笑 香港馬就跑 四班 所以 我其實有時候都會為 拍賣馬 我會為他們伸冤 就是你全是北半球馬 喂 你跑這樣的地 怎麼跑啊 你自己問 你去年買的 智利也有 不過不是 丹利斯買的 你不相信 去年 我之前弄了兩幅圖出來 全部都是北半球的 大哥 你真的 阿根廷也有 那些馬 可能跑泥地 我猜他 你跑草地 這麼硬的地 你是死時間 但是 其實是不是好呢 我真的到現在 我也是一個疑問 是破盡你的紀錄 是不是好呢 我真的到現在 我整天都在質疑 在想這件事情 這些時間 是不是破了 所謂的 破班次紀錄 怎樣 但是 下次跑不回來的 你看過 金瓶一號 贏了九個馬 下次拍也沒有 為什麼能解釋 破紀錄 就是破紀錄 就是這樣 破紀錄 其實是一門什麼學問 破紀錄就是破紀錄 只是時間上的事情 不等於下次做到 大家不是誤會了嗎 這件事 我經常覺得 但是很多人都真的 但是根據那些 馬工作者所說 其實就是 今天馬工作者沒有加錢 沒有沒有沒有 你喜歡什麼馬都可以 整個官方都零聲 怕了 哈哈 整個官方 你不是什麼快步速受害者 然後有個檔位偏差 然後騎師又怎樣 每次都不同 就是這樣發生 要不然這件事 怎麼會去耗爭 香港有特別多事情發生 就是每次都變了這個 就是好像變了港幅道 就是國馬場 整個都特別多 這些古靈清假的事情發生 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你去到 說粵陽賽馬 就很少事情發生 很正經的 這件事很均真 沒有講場地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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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只剩下香港 是最不均真的地方 那你經常都不均真 香港賽馬 老實說 都經常都說 一個騎師獨大的 每次只有一個騎師獨大的 很少兩個騎師獨大的 真是少的 十場裏面 每次都肯定是一個星期尾點 只有那個騎師 這個星期是特價籌賓州 什麼都假的 只有騎師 不會 總之 老實說 但是 連官方的人都暗示 今天田太安沒有 沒有 沒有啊 其實沒有這個字 很可圈可點 其實是沒有的嗎 是嗎 但是不會再追究 沒有 大家已經好像被人強 斯德哥爾摩侯群 沒有 即是他的沒有字 其實還要倒閉眼 這句話 我今季在現場 又是講田太安 某位得高望重的 講狀態 數一數二的人 提醒他拍檔 現在田太安還未出現 是 可能今天全人沒有 是 這個字其實是解構什麼呢 不是解構 這個會 這個會 是 這個會 有些事情你不說 都不能說的話 為什麼他不提 其實他想到的事情 壽新董事也知道 是的 為什麼不 第六場問話 喂 那個最高的港馬佬說你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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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沒有 沒有 但是這個 這個 康斯傑 你是四倍 搞什麼 搞什麼 其實要問 那些資深馬 那些 那位馬平家 應該都是 全香港數一數二的 對不對 不知道 做得主席流 對不對 他都說沒有 為什麼 仇新董事看不到呢 仇新董事 他不看這些東西 那看什麼 他只看一些賽事 有沒有古靈精怪東南亞那些東西 他看了在哪裡 看了別人家的廁所 可能是都不定 那看什麼 可能他見到 阿田先生 走大外當 正常 正常發揮 沒有事情發生一樣 準的 不是嗎 有時候 現在香港 你知道 多數都是第一個騎士 你買到那個 那天 多數都是 你偶像 莫雷拉 大家好像心理平衡好些 現在莫雷拉也是一個病人 不是 莫雷拉贏不了馬 會心理不平衡 那怎麼辦 那要遷就他 我就不知道 我都問了一個問題 我都說現在好了嗎 你應該問小道 就問他好了嗎 很難 他只要榮光歸於他 但是 一榮光不歸於他 他就馬上有病 那也很難搞 那他先走了 他是不是先拿白卡 那我真的不知道 那我真的不知道 你現在知道 很多人都 下季 是不是要 下季要買個 你電話 是不是要放大鏡 要看一看 他的樣子 看他的樣子 怎樣 我不是有病 鑑貓變色 我有病的話 我要遷就你了 那他黑了臉 我不買了 大家才看著 大家互看 他黑臉 那樣 他可能有點病 不如遷就他先 是不是這樣 那時候 可能你母親 當頭棒 學你 他當然是黑 他是巴西人 你也是對 可能我老婆說 你跟寬敦 不一樣 是吧 你母親 他是澳洲人 當然 澳洲人 是野人 土人 那些才是多倫雜 可能也是這樣 現在有太多不能說的秘密,那些董事很喜歡聽周杰倫的歌 有太多秘密,不提不說就沒事,不提不說就沒事 這幾天全世界做了霍雲昇的訪問,你覺得他有沒有運行? 隨便吧,有沒有運行?香港騎士,在香港跑的騎士,誰會有運行? 有,莫雷拉,潘頓,他們還可以紅霸多少年? 田太岳,何摘耀,周俊駱,這些就是很厲害 我經常說的,那些是寡頭壟斷,兩三位三四位,跟著那些鹹豆沒粒食那些 不過這樣,我最近寫了一篇文,大家要欣賞 是怎樣呢? 他們不是運動員,我說了 當然啦,當然啦 他們當然不是運動員,不要再用運動員來扣他們的帽子 如果是運動員,莫雷拉,至少拿著我們特區的旗,由巴士加上阿塞 加上高東尼長,何摘耀,三個應該有巴士奧 這件事很7分,然後應交派都應該是 但是這件事很7分的,老實說 就是我冠軍人馬,Yeah 這些才體驗民意嘛 如果莫雷拉夠膽下頭駐站 就是下頭駐站,現在就沒有這些下區的 如果是他們下去,hello,today支持我,support me 或者是他們應該很小聲的 today support me,ok 你夠不夠下去,現在就是遠離群眾的騎士 他們是運動員來的嘛 我不認,我從此不會再認他們是運動員 都沒有花姐巡遊,冠軍,他真的是冠軍 沒有花姐巡遊 四叔沒有做五球 他已經有很多球了 還有 喂 速度賽馬,為什麼奧運搞這麼多年都沒有搞過 但是有一個人在那裡問我 速度賽馬當然不行,他說怎麼平均呢 沒有所謂的,我其實有一點正想跟大家說 日本沒有所謂的,今年東京 東京那些全部是老柱賽事 找14隻老柱的 不關事的,你有沒有印象 奧運那時候不是馬術呢 有一個冠軍級的人要抽馬的嘛 抽一隻不肯跑的馬嘛 不肯跳籃的馬嘛 喂 就是亂抽 還有你不要說質素,不是選兩歲的馬 是選那些從來沒有贏過的馬 那些全部都是群英會才顯得他們騎攻的嘛 都說我最開心的,如果有一天 戴圖你代表意大利,哇,蘇明倫代表比利時 法國,布達德現在沒空了 用了幾人,香港就是何宅耀 哇,真的對呀 職業網球手都可以參加的 職業球員都可以參加的 全世界都可以參加的 不,不,不,最奇怪 今天整個滑板都可以 怎麼滑板呢? 仔禮我來說是街市的 不是,你選的嘛,主辦國可以選的嘛 是啊 當時一個國家,夏天下次好像是巴黎 巴黎可以選的 我選速度賽馬 你選14隻,或者選28隻 你們認為最糟糕的馬 不要找最好的質素馬 我不是要承傳寶,不是要元樂器那些 是14隻馬 是鬥人的 是呀,找14隻馬 跑中距離,我不相信整個法國選不到28隻馬出來 當兩組,最後7隻,7隻 然後呢,就是前後14,14 14,即是42隻馬選出來 全法國最糟糕的 嗯 就是一樣的玩法 是呀,還有,初賽可能跑1800 決賽跑3000 或者跑1000 哇,很精彩呀 OK呀 那時候賢仔說奧運你 是不是你想不到 就是賢仔說奧運,OK 是不是 是不是,今年很多人說游泳的現實 是他的現實,加是陳華棟,嘩,笑到你跪下了 這個是其實,為何你速度賽馬 都,整個奧委會想都沒有想你 是呀 就證明不要再扮什麼,騎士是運動員 即是兜巴琴馬會了,說一說 騎士永遠,因為永遠 根本就是,所以找錯了一個校長已經肯定了 扮什麼運動員,沒有人扮你的運動員 是不是 運動員已經,如果你是運動員表現得那麼好 應該四叔那個什麼,什麼奧運,什麼QAQ 做五球他看看吧 不做五球,做一球 四叔那個人窄心人口,長命百歲 怎麼會不給你錢呢 就證明你賽馬騎,根本就不是那樣東西 如果你們經常鼓吹運動員,笑到自己跪下 即是運動員也有高低,今年有個鼓吹一件事 是什麼呢 只要他有參賽,我們都要鼓勵他 是,帶了參賽,輸了,然後扣了一半薪 是呀,一個輸了 不知道是勁暴地什麼 然後說不是精英運動員,所以失去了一半薪 是呀,那怎麼說這麼好一點 是呀,如果你這樣計算,那我們是不是不應該再笑王進和王浩辣 沒有得笑 是不是 沒有得笑 是不是他們應該上去 至少口水比浪花多,都應該訪問一下他們 你們訪問這些優秀的做什麼 是啊 最近馬會做的,我都說罵到飛起了 周俊樂和潘明輝,沙拉做 我不是說沙拉做,但是沙拉做很好 但是為什麼你不訪問一些弱勢社群 尷尬訪問楊明龍,請我訪問,不收錢 是不是致瘡的問題還沒好了 不知道 是不是跟希斯老點你 表面是師傅,那個師傅叫什麼 祖師爺 為什麼,是不是 動你 是不是,你有沒有關係,運動員 其實運動員也有份 老實說,今年我們不是鼓吹這件事 所有運動員有參賽事,我們就要鼓勵他 你試試王進三場馬,出沒去到媽媽認得吧 那我怎麼鼓勵他,我真的鼓勵一些運動員,我怎麼鼓勵王進那些,王浩南那些 那你不是至少下去辦一下事,幫他找助劇 是找不到的,但是我去找 三十幾度高溫,落流了大汗 最好是做戲 跪下 Mr.Joy Give me one horse Give me the王進 有沒有那些 可能阿蔡也會問你,你要不要開市 速遞涼區 看不看速遞涼區 我什麼和氣身材你跑 你有沒有速遞涼區有沒有 不用不服氣身材都可以的 跑泥地 接著問羅富全有沒有好貓鏡 不要啊,我們很少用華人 少了少了 有沒有做事 好像沒有啊 我不是說笑這些事實 我今天說的,可能有一點大了一點 但是我講的全部都是事實 運動員不要說這些事實 速度賽馬 奧運也沒有啊 我們不要再說這些,只會被人笑 不要再衝敬什麼都沒有這些事實 我們最希望的是什麼呢 派賽作實 接著你按一按 電子錢包 多了啊 輸了的 下場又來過了 你這麼多本啊 沒有啊 不過我鼓勵你 鼓勵你有節制賭博而已 我也認為應該是賽馬 另外就是 新一年度 你知道吧 接下來會 聽說有幾份馬經加入戰場 那你比我還熟悉的 你加入進去啊 就是我希望大家就 這份敬馬 希望大家買 原班蘋果的老友就 這個啦 蘋果的Fat Chat 我們就 希望我們那張馬 就 現在不用這個名字了 用敬馬 敬馬 總之我們用敬馬 希望各位老友就用敬馬 留意希望吧 因為好像聽說有一兩份 就是疑似 抄了一個版心 就當蘋果 我聽說就 不知道最後出不出一成 那就 聽說就照抄的 其實我就覺得很 是的 我希望很 我其實不太喜歡這件事 其實是憑實力 現在正在派一些月曆卡 希望大家去報攤 去拿一拿 就有陳馬洞和小弟 夏季就會 就是賢仔 這些都會 夏季用來就會寫 不過當然 有幾份翻版東西 我不知道有沒有影響 大家希望明白 另外就 不知道會不會影響 我猜下年應該這個排位版 就挺精彩的 挺有衝擊的 是的 衝擊 看看那些祖先馬經 會不會有影響 我想祖先馬經可能都會 雖然很多朋友都說 去買下的人不會轉 那我就 兩體 看看是不是祖先 真是兩體 我覺得祖先馬經 就是 祖先馬經 我不是很喜歡 我講了很多次 明明那個人死了 你為什麼還用他的名字 貼那些馬呢 我不太喜歡這件事 因為你不同的水準 好像神鳥死了 神鳥的地位這麼高 你那個神鳥貼馬 你哪有神鳥的水準 沒有關係的 大家不會誤會了 你 這些是盛餘價值 我只是計算水準 你神鳥這麼厲害的人 怎麼會有神鳥的水準呢 你好像盧彩令 可能在家裡做 沙秘家賣給人 盧彩令的盧彩令很高水準 虎眼都很高水準 但是你走了就走了 你那些人是不能 東思效頻的 你不能學的 所以不是學的 那份提示有多準 有多好 純粹是賣的名字 其實現在這種報紙 我認為是買集體回憶 當然如果你看看 我想都未必會轉 因為這些報紙的 吸跌力是挺高的 但是下年看 我想都會加入了 勁馬這張 我想這張很高水準 為什麼呢 至少資訊性會很高 所以我認為 這個市場應該都 都挺好看 就是很久沒那麼好看 排位版來講 而且通常你 通常你知 以前的排位版 一出第一句已經說了 不知道他幾日結束 是啊 沒錯 是不是 是啊 通常不知為什麼 每次排位版 立刻第一句說 不知道他幾日結束 但今次 除了有競馬加入這個戰場 希望大家就 拭目以待 九月就希望大家捧場 給資料 另外就是 最近有人投訴 不可以 我們可以計劃 希望大家課金 希望 我不知道你用完 消費券沒有 消費券用得多 證明你現金用得少 希望大家支持小米 買多些好東西 做多些好節目 吸引大家 繼續可以留下 還有最近的點擊率 除了暑假 真的少了很多 真的少了很多 因為本頻道 我自己做的 真的休息了四十天 我真的休息了四十天 很多人都沒有看 沒什麼意欲 還有人喜歡看奧運 那種開心 可能香港真的太久沒有開心 還有我們這個節目 有時都自認了 會散發一點點 負能量 我也對不起大家 批判性多一點 有很多負能量 希望大家支持 香港也是只有我這一檔 沒有其他檔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小米 各方面 好像我身邊的朋友都多多支持 就算他有沒有招安 都不失為香港第一劍筆 這個賽馬第一劍筆 那天我講完之後 大家都這麼說 是啊 沒錯 真的 希望多多支持 接下來 看看星期五 五星期六我們再吹一下水 在家裡再和大家留言 吹一下水 今晚就做到這裡 OK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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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